老人戴着口罩坐在日本名古屋机场 登机门前的椅子上 不论旁人怎么劝说就是不肯起身搭机 原来他发现同一班搭乘南航CZ380班机 飞往上海的武汉乘客 疑似发烧吞了感冒药 我们的队伍里面有老人 有小孩 有孕妇 我们坚决不上飞机 而类似的歧视情况还发生在酒店住宿上 凭什么你让我们退房不给我们住房 请你回答我 请你回答我 这个要接受地方的那个检疫 来自湖北的旅客原本已经入住陕西这家旅馆 却接到柜台的退房通知 让他气得自拍船上网 要外界评评理 而金门徐女士一家21号开车到贵州玩 没想到旅游变流浪 本来是好事 但是我们回不去 当入人心惶惶 闻湖北武汉色变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光是湖北短短一天就有上千人确诊 一线城市也沦陷 其中北京首线死亡病例 死者是年仅50岁前 天和光能副总裁杨军 大陆卫健委开记者会坦诚 疫情的确开始变得严峻 香港防疫专家点名 外来人口多的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以及武汉交通最为频繁的重信 恐将在四到六月间成为最严重的疫区 而北京宣布从28号起至2月26号停开41班的铁路火车 临近的天津则启动战时机制 设立疫情总医院 防疫视同作战不敢松懈 记者李宗芳综合报道